我还是很想回归 正午的这个制作的团队吧 因为蓝牙榜和伪装了之后 就一直阴差阳错了 错过了好多的机会 虽然生活中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然后私底下和大家都关系特好 但不是我党期有问题 反正各种原因吧 所以这次正好一切都对着 也很想念大家 说实话梅小哥这个角色 对我也挺有吸引力的 因为以往我演的大部分的角色 都比较传奇 或者说有特别的主角光环 但是梅小哥是我见到的 比较少有的写实的 接近生活的这样一个角色 能够跟我之间 能够有更多的相融合的地方 换句话说就是 我可以更自由的 把我的一些特质放到这个角色里 这个是以往在 塑造一些传奇类的角色 我觉得不太能做到的 因为我没有那么传奇 当然还有一点原因 我觉得是梅小哥这个人物本身 他的身上有一些我缺少的东西 比方说他有 在工作中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还有他是一个特别有认经的一个人 这个恰恰是我缺少的 所以我也很想通过这个角色 我可以去学习和感受到一些他的优点 其实在开机之前 我和孔岛在交流的时候 一开始我有些担心 因为真的从来没有演过一个基层的干部 我也生活中很少接触到县委书记县长 可能更多的是在新闻里看到 我就觉得好像我不太像 但是孔岛跟我说 其实他说全国有那么多的县 有那么多的县领导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样子 他说我们剧中的这个梅小哥 其实跟你很像 你们都很喜欢笑 包括王小枪 我们的编剧 他在体验生物的时候 他就说他遇到过的县委书记 就是生活中 包括工作的时候 他都很喜欢笑 后来在拍摄和表演的过程中 我觉得其实这个笑是 让我对这个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当然他这个笑的前提是真诚的 他不是伪装的笑 他在同事面前展现这个笑容是给他们信心 然后他在和这个群众接触的时候 他这个笑容就特别有亲和力 还有就是在家人面前 和他的妈妈 姐姐姐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跟他的这个爱人 乔麦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对家人其实是有很多的 歉意吧 所以在少有的这种家庭系当中 他需要这些有温度的笑容 去缓和和拉近 或者说弥补缺 对视的一种家庭的关系 首先有一点就是我们系里也说到了 女性干部是非常不容易的 她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其实在系里我们也看到 其实我对家庭的关照是有缺失的 但是爱先知没有 他是又雇着工作 又要照顾他的家庭 我觉得从这点来说 他是比美小哥更伟大的 我对爱先知的评价 其实台词里已经说到了 这是美小哥来到光明县以后 见到的最纯粹 最有党性的一名领导干部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他希望可以继续和爱先知并肩战斗 就我觉得就是更确切的说 他喜欢的是长跑 而不是短跑 短跑是可以一眼看到终点的 但他是每天晨跑 他要跑好多圈 包括他每天坚持 其实就是在持续的跑步 你看不到终点 但是在长跑的整个漫长的过程中 又时时刻刻会出现终点 也就是说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当你无法继续坚持的时候 可能你的下一步就是你的终点 那对于美小哥来说 我刚刚也讲了 其实他做的事都是一个长期的事 非常符合他的人物的设定 我觉得跑步的这个点 我觉得特别好 他小时候反正就小孩嘛 就调皮导弹 他就跟着一帮小朋友 就干了什么坏事儿 然后被大人发现了 其他小孩都跑了 他就傻傻站的 就主动承认了 他老干这样的事儿 所以就从小就被叫傻哥哥 他比较就是实事求是吧 所以后来也就是工作中也 也就是从小到大都没变过 包括就比方说他刚到光明县 光明县之前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造假 然后他刚刚新官上任 在这个数值的时候就说这个 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和计划 我都不说 我们就实事求是的来面对和解决问题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在寻找一个理想的家园 但是不同之处是在于我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桃花源 我是为自己去寻找的 但是梅小哥他的那个理想的家园 那个桃花源是为别人去创造 这个是可能是最大的不同 我觉得很多工作他的出发点也是从情感开始的 你说梅小哥他身上他有那种大的格局 他他心系天下 那也是从小的情感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戏的情感 他可能不单单是一些功能的作用吧 我觉得也给 其实给工作岗位上的梅小哥这个人 我觉得是给了他更扎实的一个地基 当然都姓梅呀 很多人可能更容易联想到就是梅花 梅花他本身他就有很多高贵的品质和精神 其实从这两个角色身上也都伶俐精神的体现 墙角树之眉 灵寒独自开 谣之不是学 未有暗相来 那每个人可能想的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这次还是有挺多收获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以前演的都相对来说比较传奇 这一次是虽然他也很比较少见 就现实生活中 但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落地的一个角色 那我希望就是以后也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谢谢大家